各位妈妈、爸爸,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妈妈, Priscilla 先前和大家去摘个蓝莓 今天又摘另一样东西 就是毛花果 毛花果有些特别是 我家后院的毛花果 我搬进这家屋已经有几年了 这棵毛花果树不是我种的 我来的时候已经很冲撞 每年8月是收成的时间 我们这段时间经常要周围问朋友要不要 因为一旦摘下来很快就会烂 我们每年都会摘几百粒 送给不同的朋友 大家看看成熟的果实是绿色 如果还未成熟的话 就会小粒一点 我们通常都会 连续几个星期每一次摘小粒 每一次摘的已经长大了 我们打算把这些摘的毛花果 今年试试做干果 Costco有一些干的毛花果 其实都蛮好吃的 很甜 有时可以吃了很多粒 不过这些鲜毛花果 因为有水分 所以吃一粒两粒都觉得很饱 但干果可以吃很多 那毛花果有什么营养呢 我们看看毛花果的营养资料 一粒大的毛花果 好像我家这些 大概是47卡路里的热量 看回最大的好处就是 纤维非常高 1.86克 就等于大概大半只焦 小小粒一个毛花果 都可以提供很高的纤维 所以对排便 唱到长度就非常好 一粒毛花果八成的重量 都是水分 微量的营养素 好像维他命 矿物质 每一样是有少量的 好像维他命B6 甲铜铜铛铛 这些都会有 维他命C就不是很高 有些说法就是 毛花果可能对糖尿病是有好处的 但是毛花果的糖分都颇高 虽然同时含有纤维 但是糖尿病患者 都不适宜吃得太多 一粒就够了 除了做干果之外 可能今年也试下做这些毛花果果酱 第一次吃 不知道这些绿色皮的毛花果 好不好 其实都很好吃 非常甜 其实都很容易摘下来 最重要是冰 这些毛花果酱 它的高度 大部份是不太高的 除了有一些可能是要琴梯 其实每逢八月都是一个收成的季节来的 通常我们都会连续几个礼拜 每一次就是摘一些下来 这棵毛花果树 我搬进来几年 完全没有怎么理解 连肥料都没有怎么下 完全没有下肥料 但它每年都会有一些收成 而且那些果实也很大 证明了 温哥华那些土壤 其实是很肥沃 而且雨水也很充足 每年八月就收成 这棵的果树 就不是很大棵 最高那里我想十多尺 十多尺 其实我们每年都没有怎么理解 我们有时候 它有一个旁枝就长了出来 那我们可能真的要叫人去 剪一剪那些树枝 要不然会塌了 剪不到草 你在这做什么 Hello 你好 你怕我这个 机呢 都挺多的 我想这里也有 五 五六十个吧 一个 一个 一个好像一个手掌心 那么大 一个也有六十九g 让我切开些毛花果 给大家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 那里面是紫色的 那有这么多毛花果在这里 今年就试下做一些毛花果干 好的 那我就试下 我因为粒粒都很大粒 那所以呢 我放 放着四粒先 免得浪费了 一百多粒 三十五度 要做很长时间的 哦 起码都要六个小时 这路真的要十个小时 大家看看糖浆都 好 好